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跟曹家有很深刻的关系 软杰是什么人呢 软杰是经验七次当中 软瑜的儿子 就是说他爸爸是曹操的秘书 他爸爸是曹操的秘书 他当然是在曹家里常常讲话的 季康 曹操的孙女婿 他的孙女嫁给他的 那当然也在曹家的立场上 他们都有比较进步的政治思想 不满现实的腐朽 他们看到司马仕呢 借着明教来达到自私的目的 他们便提倡另外一个 不讲明教了 以老庄的自然与之对抗 他们的创作 虽然贯穿着老庄思想 与金安文学有明显的不同 但仍然反映了 这一时期的政治现实 在基本精神上还是继承了 竟然封过的传统的 所以在正式文学当中 封过这个传统还是有的 阮介 阮介是什么人呢 阮介他是成留威斯人 他早年好多书 有记世字 但处于未尽一对子气 在统治阶级的残酷斗争当中 他不禁报复没办法实现 自身的安全呢 他也没有保障 于是阮介呢 转而从上老庄思想 对黑暗的现实呢 采取一种消极反抗的一种推动 阮介 他一个特点就是 每天的饮酒 每天喝酒 世界上事事不管 做官呢 他呢 也不太想做 他言谈交际呢 是发言学员 可不脏皮人物 他从来不讲人 免得惹火上身 那么阮介 尽管他的行动上面 他是洋狂放淡 但内心呢 却十分痛苦 他把这种常在内心的 无法宣泄的痛苦与愤懒呢 用隐约缺制的形式 在诗歌里面表达出来 这个就是他的著名的 八十二手五颜庸怀寺 这八十二手五颜庸怀寺呢 不是一丝自作 它是他们真实的表现 私人一生的 复杂的思想感觉 所以软机理由给我们 获得的是 八十二手庸怀寺 我在台湾出版了一本 关于软机 八十二手庸怀寺的一本书 可惜我们大楼上不太看得到 价格比较贵 跟软机一起的 还有一个人叫纪康 他也是软机的好朋友 纪康 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他是曹操的孙女婿 他是曹操的孙女婿 纪康在司马斯当中的时候 他的对司马斯的反抗程度 比软机要来的明显 他也一方面崇尚老庄 甜蛋寡月 好福食求长生 什么叫福食呢 福食就是吃药 那个时候人讲就是吃药 吃药 吃这种五十三 什么东西 那个时候药 我现在看看 这种药都是多药 吃下去不太行 炼带炼出来的药 你说能吃吗 吃下去 我对人 估计零食有一点刺激作用 它的作用可能像尾隔 差不多的有些作用 但是 种子它对身体是有影响的 影响的 一方面 伤其润响 钢场急沃 在现实的生活当中 锋芒毙露 因此他为司马斯所不容 而造杀生死祸 济康反对司马斯 固然与他为威胁 燕青有关 但根本的原因 他是不满意司马斯的 黑暗与残暴的统治 济康在反抗现实的表现上 比软件还积累得多 济康 今天我们留下来的一篇 他是与三巨人去教书 与三巨人去教书 就是跟他的朋友三涛的去教书 是一篇与浓厚的文学意味 与大胆的反抗思想的一篇散文 三巨人就是三涛 他跟济康同是坐灵器械那种人物 坐灵器械 济安七子坐灵器械 这个七这个数量啊 这种数字啊 这汉潮它是非常之的 好的一个数字 数字 韩国人曾经邀请我到韩国去 参加学生会议 我看了一下 明代的七个人 我后来跟我们单位的 说几男先生谈到 我说你到韩国去的是七个人 他说也是七个人 我说奇怪了 他们都请七个人 所以汉代我们中国 跟韩国人结尾的关系 所以他很多都保留着 我们中国汉代的一些传统 七个人 你到韩国的乡下去玩玩的话 发现有很多城市 非常有意思的 我都去过 韩国的首都原来叫汉城 所以了 现在给了 现在叫兽儿 韩国的乡下 我们会在什么地方可以 在韩国的江陵可以 江陵 我们湖北也不是一个江陵吗 后来我还到襄阳去玩了一下 韩国也有襄阳 很多地方的城市跟我们中国是一模一样 跟我们汉代的地面是一模一样 七这个数字很技巧 北斗七星 南斗七星 一个星期的七天 是不是 有个朋友跟我讲 我这次跳房子 他说最后跳剩下的 我只好跳那个七楼 我说很好 七楼有什么不好 我给他讲了很多期 他现在很高兴跟我讲 我原来心情很低落 你一讲的时候 我觉得七楼真好 他很喜欢这个七楼的 天天爬七楼 他爬得很开心 我说七是一个很好的数字 七是一个很好的数字 我们中国人还七上八下 对不对 很好 桌陵七星 金言七死 桌陵七星当中七个人 阮介 济康 琉璃 向秀 三涛 黄荣 对吧 这七个人 七个人当中 司马 桌陵 既然用了桌陵两个字 我们就知道这七个人是隐居的 这七个人原来都是隐居的 但是都是社会名流啊 社会上很有名的人啊 司马昭 希望这七个人到我的政府里面来做事情 到我的结团里做事情 结果呢 三涛去了 黄荣去了 两个人去了 这叫 季康去 季康呢 三涛是了解这个情况 三涛是季康的好朋友 他跟季康讲 你来吧 你也用个事情做做 季康坚决不去 还写了一封信 与三剧院职交书 今天我们给他定名为 与三剧院职交书 不是我们今天定名的事情 是消通变文学的时候 收进去给他定名的 我在中国的一个权威刊文章 发表了一篇文章 我说季康与三剧院职交书 是一篇游戏文字 季康与三剧院职交 没职交 他们两个人没职交 季康死了以后 跟他儿子讲 他说我死了 你的三涛伯伯者 你不是孤儿 季康与三剧院讲过很多话 他说吴秋贤造反 我要怎么样怎么样 三涛也没给他告发 是不是 后来季康死了以后 季康的儿子叫季少 季少 三涛那个时候官越住越大 后来向 晋朝的皇帝 向晋慧帝也推荐 他说 这个季康的儿子 好重用的 皇帝讲了一句话 他说 只要你三涛认为可以的 你就约去提拔好了 就提拔到四中 四中 四中呢 各个朝队的四中 官具不一样 有时候有大有小 反正从皇帝身边吧 是不是 你说一个被司马昭杀掉的人的儿子 能够在司马炎的 就是司马昭的孙子的身边工作 这也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这就是我们研究的事情 是不是 并且这个季少 就是季康的儿子季少 后来还在动乱当中 用自己的生命保卫了 这个晋慧帝 晋慧帝后来把季少那种血衣还留下来 把留有季少血的那件衣服还留下来 就建设过来的时候 他破在晋慧帝身上 掩护了晋慧帝 他的血后来流到皇帝身上去 皇帝长久的不肯把这件衣服洗掉和丢掉 他说上面有祭祀中的血腿上面 这是很有意思的 反正无论如何 他的提拔跟三套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我们今天怎么样子看待文学 千万不要相信 与三区院聚教书 聚教书 季康有三套聚教了 没有聚教 他们两个没有聚教 我认为六朝的时候 很多作品 实际上是游戏文字 他把文学 他把写信 作为一种游戏来看 为什么 司马昭后来知道了这篇书信以后 非常生气 要把季康 一定要把季康杀掉 你想想看 假如是两个人的通讯 司马昭有时候不可能知道 是不是 实际上季康就以给自己的好朋友写信为名 把这封信抄写了很多份 到处散发 他在这封信上 表示了对司马昭的讽刺 我们等会看看那封信 所以当时做官怎么做 就是说 三套有选朝郎 签官 签到大将军 从事中郎 选朝郎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组织部里面 一个选拔干部的 选拔第一次干部的一个官员 一个科室的名称 后来这签官 签到大将军 从事中郎 就是三套得到了司马昭的信任以后 签到他身边 做一个从事中郎去 从中郎去 那么他想推荐三季康呢 来代替他原来的责任 那么季康呢 写信了拒绝 他书里面怎么说呢 说自己呢 本性苏懒 忍受不了理发的 又说 提出来 却不堪 二胜不可 来表示自己不愿主观的坚确的意志 书中流露了不满司马昭阴谋喘畏的情绪 因此招致司马斯的厌恶 成为以后被杀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季康的被杀实际上是很冤枉的 他两个 他的一个朋友 之前因为家里的事情啊 搞起了 有矛盾 这个过程很长 我就不讲了 后来季康呢 到司法部门去啊 做一个说明的时候 就被司法部门关进去了 关进去了以后 就被判处事情就杀掉了 莫名其妙 死死死的莫名其妙的 主要的就是司马昭呢 一定要杀几个猴子看 他一定要杀一个人 他一定要杀 你对我不满意 你对我敢喜怒笑吗 戒成文章 我就要杀你 你还敢讽刺我 我就杀你 那么季康被杀了 被杀 那么这个软件怎么样呢 这软件就非常有意思了 软件后来性格变得非常的怪异 司马昭说软件你出来做官吧 他说好的 就出来做官了 做官 他去做官 做官做得非常有意思 他到一个地方做官以后 把所有房间的墙壁全部打掉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 他说我是不让他们讲悄悄话 把这个墙壁全部打掉以后 他就回到京城去了 他说我这个官已经做好了 司马昭说不行 还要做官 这让他挑 他做了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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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布宾 布宾福里的一个一个怪 啊 布宾福里的一个怪 啊 即靠软件啊 据说这个布宾福里有很多的美酒啊 可以喝酒 啊 可以喝酒 啊 软件后来性格变得比较狂妇 比较有意思 比方说一个酒店里一个女子在卖酒啊 你娘死了 我们知道哪个教头就报了她的相片大哭 肯定绯闻很多 是不是啊 软件不怕 莫名其妙的啊 并且这个女孩子是冰家的一个女孩子 相当于部队的一个退役的连长的女孩子死掉了 没关系 是不是 他经常这样子 干这些莫名其妙的一些事情 所以软件的心理啊 非常之 软件司马昭对他还是比较看重的 还是保护他 有人说他是 曹操的秘书的儿子 要杀他 在季抗的三剧院剧教书里面也讲到 这个大将军很保护他 非常有意思 司马昭还想叫软件帮他办事情 他要封禁王的时候啊 叫软件写一个劝禁表 而软件 很有意思啊 软件经常以酒喝醉来拒绝 司马昭叫软件 他要跟软件做人女情价 软件大概一个女儿长得比较漂亮 司马昭有两个儿子 叫他去求婚 结果没人一进门话没讲完 他就开始喝了喝酒了 人家喝的是茶水 他喝的是酒 呼噜呼噜就睡着了 那个没人一直等他 他酒都不行 第二天没人就到他家里去等 他老赵喝醉了 第三天第四天 一直喝醉了六十天 这个没人没办法跟司马昭汇报说 你女儿的事情 儿子的事情 他说我等了他六十天 他天天酒喝醉了 他从来没有说不可以 也没有说同意 你说怎么办 后来司马昭要往上走的时候 叫他写劝敬表 劝敬表软件不肯写 不肯写他的办法是老样子的 酒喝醉了 你一开口他酒就醉了 第二天去找他 他老赵就醉了比昨天还要早 早饭吃了就喝酒就醉了 第三天第四天 后来司马昭等不了了 非要他写不可 把他抓过来 据说把他抓过来 抓过来之后一盆水浇上去 醒了之后看你写不写 不写就杀掉你 据说阮记拿出壁了一灰的酒 写好了 字都不给一个 可见阮记这个人也很有意思 老赵副考已经打好了 真的熬不过去的话 我还是要写 这头上的脑袋呀 可不能像季康这样子 莫名其妙的就掉了 我留的青山这也不愁 没才烧 就是他文部加标点 就是一个字都不给 全金标一气合成 我们的推测是什么呢 他就老赵副考已经打好了 此次熬不过了 有一天把我水浇醒了 只要写是不是 古人司马昭把他写 浇醒了叫他写 下面我们看看软杰和季康两个人的作品 作品 大家看看软杰最著名的是82首五颜庸怀式 我们这里选了七首 第一首 夜中不能寐 起座谈民情 前面这十个字 大家看看 夜中不能寐 夜中就是中夜 中夜就是半夜 就是半夜十二点一点 睡不着觉 为什么睡不着觉 不知道 起座谈民情 谈响了情 看看这十个字啊 是非常简单的十个字 我们同学们现在做得到吧 你们晚上说我睡不着觉 我半夜谈民情 十二点钟 一点钟起来 又蹦蹦蹦 民情谈起来 行吧 行不行 你看看 软杰的诗歌 有时候就写着用很平常的字啊 他写出一些 写出一些他的内容来 夜中不能寐 起座谈民情 薄微煎明月 清风吹我惊 孤红好未也 降鸟名北林 陪回江河界 又是多双心 软杰的82首拥怀诗啊 是软杰一辈子 诗作的一个总题 他不是一诗所作的 内容大部分显示 对现状不满 和无法解脱的 矛盾苦闷的心情 他的情绪是非常激愤的 但也带于不少 消解退废的成分 你像他写的表面上很平静 实际上不平静 夜中不能寐 起座谈民情 我晚上睡不着觉 我起来弹响了琴 勃勃的窗脸部 引着外面明亮的月亮 清风吹着我的衣巾 孤红号外野 孤红 它不是成双成对的红 是孤红 嚎叫着从野外飞过 响鸟名北林 北面的树林里 一群鸟在那里叫 这种都是反常的现象 晚上啊 还有鸟在那叫 是不是 陪会江河见 这篇四个写夜深人静的时候 自己不平静的苦闷心情 不平静 为什么四点不平静 这个我们就要寻找它的答案 为什么不平静 四人没有写出原因 没有写出原因 为什么不平静 我们再看第二首 家树下城溪 家树下城溪 东远陶玉礼 我们知道 陶礼不隐下之城溪 陶和陶树礼树不会说话 但是它的树下呢 自然会有人走过去 因为陶礼好吃啊 秋风吹飞火 凌落虫之死 秋风吹飞火 凌落虫之死 有些人说 这一首诗啊 是写曹桑的 写曹桑的 曹桑本来家里门庭若四啊 是不是啊 他做大将军的时候 掌握了魏国的大权的时候啊 家树下城溪啊 东远陶玉礼一样 但是秋风吹飞火 凌落虫之死 曹桑因为一朝不适 全家都出去 最后被司马懿啊 以垂老子去 司马懿七十岁那一年 他装成要死了 对不对 最后发到了正面 把曹桑 我有射手 我有全国兵圈的朝商把他干掉了 干掉了 繁华有憔悴 唐上升近期啊 繁华当中 特用着 不繁华的一种景象 无论的一种景象 唐上升近期 本来是会客的那种大厅啊 非常漂亮的大厅啊 现在已经变得乱糟糟了 生了这种带刺的那种野草 是不是啊 已经没落了 你想曹桑家里被杀掉了 他家里的房子肯定也被扒掉了 扒掉了 唐上长出了一种野草里了 去马手指去去上西山子 一生不自保何况练妻子 宁上批野草睡墨也云矣 大家回去啊 把我们书本里选的软杰的四个 好好的读读看 体会体会他的意思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